根据111年台北市长者功能评估分析显示 文山区长者营养异常占比为17.68% 在12个行政区中排名第一 为了提升文山区长者营养健康 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与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合作 辅导文山区餐饮业者成为公餐营养友善店家 制作符合长者营养均衡、质地柔软 菜色多样的健康和餐 营养均衡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 是健康老化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针对长者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需求 我们来招募我们的餐饮业者 然后来成为我们的公餐营养店家 来制作符合长者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 质地柔软、菜色多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餐盒 那这个餐盒最特别的地方 它是足够提供 足够豆、鱼、蛋、奶、肉类还有蔬菜类 那这样子就会让长者的一个蛋白质 还有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 就符合我们国民健康署我的餐盘 这样子的饮食摄取的一个原则 另外呢 我们也再结合阳明交通大学 在社区里面共餐据点来寻导我们的口腔 口腔的一个健口操 来促进我们的一个长者的一个口腔机能 来让我们的长者可以更健康 相较于未参加社区公餐的长者 午餐大多自行烹煮面类或以简便菜肴为主 参加社区公餐的长者 一日食物种类可多达20种 长者对于公餐服务的幸福感比例更是高达98% 那长者的便当其实需要符合我的餐盘 还有高龄饮食的质地 所以我们在辅导的时候 就特别把这一些元素跟标准做法带入 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那制作出来的便当呢 就如同我们的图片上 等一下可以提供大家来拍照 那就是我们制作好这样的便当之后 我们送到了我们的社区据点 让长者来使用 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营养的效益评估的时候发现 我们没有吃公餐的这个长者呢 他一整天的中午的食材 其实非常简单 大概就是简单煮个汤面 或把白饭配一些简便的菜肴为主 但是有吃我们的这个公餐的长者 他们一餐的就是食材种类 可以到达这么多种 大概10到15种 甚至一整天加起来 可以达到20种的食材 那食物的多样性 其实对长者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长者在吃这样的便当之后呢 他们其实对于餐食的幸福感 达到98% 接近满分 那对于我们便当满意度呢 也达到85% 我们要让文山区的长者能够吃得好 吃得方便 他不会因为说要走很多路 然后就不会过来吃 所以我就在我们健康中心 那个主任的这个提示之下 那也是我多年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让长者吃得方便吃得好 所以我们就是去绑查了我们那个周遭 有没有一些可以合作的店家 那后来很容易找到富强高中的 我们那个詹主厨 他愿意来帮忙做这件事情 那做这件事的好处就是 让我们的共餐跟送餐可以遍地开发 我一个礼或者是我一个发展协会 以前一个礼一个发展协会 它只会有一个共餐点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共餐点 扩散到每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文会 尤其是都会区的公寓大厦管理文会 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这些文会里面就会有一些空间 那只要这个文会 他愿意他就可以来跟我们申请 要吃这个周遭爽的这些共餐的食物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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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未来将规划更多元的互动课程 强化长者营养职能 辅导共餐据点 并号召更多餐饮业者加入公餐营养友善店家行列 建构营养及健康饮食支持环境 促进长者的身体健康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